以前第四君教买了君主総警官在孫路時 發言說有民眾在路邊孫求幫助 經過了解了後是一位94歲失敗中夥 因為天氣太過來關 可以做身體力不好來拔賭 不過在有民眾以及警察協助再安全回家 第四君教也提起民眾 如果家裡有失敗中央就要多多注意 可以申請控制走不去的手臂 那拼命義官來發信 阿里胡來 以前台西君教买了君主総警察在外面孫路時 發言有民眾在路邊孫求幫助 經過了解才知道有一名94歲的失敗中夥 因為天氣太軟 造成身體不爽快拔賭 幸好有民眾跟警方的協助 才讓他可以平安回家來 日前有位94歲的老婦人 午後處責拐杖 徒步走出家門 因為天氣高溫炎熱 體力不支 跌倒在大馬路旁 路人健壯 揮手撲救 雲林縣警察局台西分局賣療分助所警員 檢婷與鄭凱元 駕駛巡邏車經過 健壯港網查看 老婦人 沒有受傷 精神狀況正常 婉拒就醫 援警 調查 婦人住處 護送他平安返家 台西分局也提起民眾 天氣是越來越熱 出外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如果家中有疾病的中部也要多多注意他們的安全 再當風紀意外的發生 台西警察分局提醒 近期天氣高溫炎熱 請各位鄉親多補充水分 注意防散 並關心家中長者動態 避免不剩外出發生意外 最近的天氣是越來越熱 民眾如果是出外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才能能控制身體不爽快的意外發生 現在大家先採訪報道